意外发现女友的小兰叔账号,最新发布是她和一个脸部打了马赛克的男人拍的亲密照片,照片里,秦芳怡跪在男人的腿边,一脸被驯服的模样,背景灯光昏暗暧昧,令人浮想连篇,她的配文,感谢姐妹们的鼓励,我接受了她的告白,我们在一起了,希望姐妹们有朝一日,也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这条状态看得我脸绿的一批,她和暗恋之人在一起了,那我他妈这个正牌男友算什么,今天是大学篮球联谊赛比赛的日子,我让我那加入了校篮球队的学弟兼老乡,帮我盯着点场子。 裤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两下,和一张大合照同时发过来的,还有我学弟发来的文字,风哥,和C大的篮球有一联赛合照搞到了,C大校篮球队的人都在这里了,根据我整场卧币看下来,没见嫂子和哪个男的眉来眼去啊,你是不是太多疑? 我点开大合照,放大,女友情方已很亮眼,她作为校篮球队的啦啦队队长,被队友簇拥着站在合照的C位,半弯着腰,脸,上得笑热烈美好。 而站在啦啦队身后的,是我们S大和隔壁C大的校篮球队,我的视线在C大篮球队的队员脸上一一扫过。 上周她提起我们学校要和C大校篮球队来一场友谊赛时,我就在猜,她心动的,那个男生应该也在里面,因为我从她眼中捕捉到了一丝微妙的激动。 我心想,秦芳怡长得这么漂亮,是他们系的细花。 她心动的男生,最起码也得是个对草啥的吧,我目光聚焦在里面,个子最高,长得最帅的一个男孩脸上,会是这个男生吗? 紧接着,学弟又发来几张散场后聚会的照片和短视频,长相亮眼的秦芳怡,依旧是聚会的主角。 视频里,男生女生们都簇拥着她,还有人起哄要她的联系方式。 但秦芳怡只是羞涩地笑笑,我有男友了,学弟还在发文字过来,你看,嫂子真的很守复得的,我盯一下午了都,啥事没有,别自己吓自己哈。 风哥,嫂子可是很爱你的,是吗?放在半个月之前,我对秦芳怡爱我这件事也是坚定不移的,毕竟我们在一起,是秦芳怡主动,而她也称得上是二十四孝好女友,温柔体贴,漂亮大方,偶尔会耍一点小脾气,带一点小做,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可谁让我看到了她的小蓝书账号呢?事情得追溯到半个月前,秦芳怡高中时代关系最好的朋友来我们城市旅游。 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自然要,追溯往西,饭吃一半聊上头了之后,秦芳怡的朋友突然来了一句,你还记得何瑞诚吗? 当时秦芳怡明显一正,她复读了,也考来了F市,就在你们隔壁的C大,还进了笑篮球队呢,秦芳怡干笑了两声,哦,挺好的,她以前打球就蛮厉害的,然后便生硬地岔开了话题,都说女人的第六感很灵,有时候男人的也不差。 比如我,当时就觉得,她对这个叫何瑞诚的同学,态度有一点奇怪,于是回学校的路上,我问她,那个何瑞诚是谁? 哦,她啊,也是我一高中同学,平时学习成绩还挺好的,但高考暴冷落榜,大家都挺唏嘘,比较关注她的近况,秦芳怡的神色很自然,仿佛那真的是普普通通的高中同学。 哦,我面色不变,但心下多少,还是有些怀疑的,又过了两天,她这同学要离开了,秦芳怡说要去送送她,我想陪她一起去,她却拒绝了,没事,你下午不是有课吗?我去就行了,况且,还有另外一个C大的高中,同学也要去送她的C大,我几乎是一瞬间就记起了何瑞诚这个名字。 而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去图书馆的路上,想着在小兰叔的附近功能上,找找适合约会的网红餐厅,结果让我刷到了秦芳怡的账号,我很少用小兰叔,所以也没有关注秦芳怡的账号,但我为什么这么肯定这是她的账号呢? 因为头像和她其他社交平台上的一模一样,点进去主页看,她的很多条动态都和微博朋友圈里的一致,唯有刚才最新更新的一条状态,没有出现在微博和朋友圈里,那是一个用图片剪成的视频,还她妈配了旋逆的BGM。 很好,B美学有了,纯爱氛围也到位了,视频视频里的图片是一个男生对她的告白,配文她写道,什么是遗憾?遗憾就是双向暗恋的人错过。 重逢时,我的身边有她,你的身边有她,评论里不少人启哄他们在一起,直呼好浪漫,另一条状态则和上一个视频的纯爱氛围截然相反,是她和一个脸部打了马赛克的男生拍的亲密九档格照片。 照片里,秦芳怡或亲吻男生的喉结,或轻咬男生的手指,她脸颊泛红,跪在男生的腿边,一脸被驯服的模样,照片背景灯光昏暗暧昧。 很容易令人浮想连篇,而秦芳怡穿着要吊不吊的吊带睡裙,脸上的神情也都迷离大胆,很有点硬盘老师的感觉,她甚至还在上面写,后续来了,感谢姐妹们的鼓励支持,我接受了她的告白,我们在一起了,希望,姐妹们有朝一日也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条状态看得我脸绿的一瞥。 她和暗恋之人在一起了,那我他妈这个正牌男友算什么? 三,我收拾好书和笔记本电脑,准备去他们聚会的KTV一趟,虽然秦芳怡和我报备过今天的行程,并说不用来接。 但我还是想过去看一眼,那个何锐成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秦芳怡说出现在仍然会心动的话,我早早将车停在了KTV门口,很快,一大群人吵吵闹闹闹地走了出来,打头的第一个,就是我那老乡学弟。 他们站在一起寒暄了几分钟后,三三两两散去,我看见学弟自告奋勇说要送秦芳怡回学校。 他摇了摇头,指着旁边的商场,你先走吧,我想进去逛逛买点东西,学弟这才离开,离开前,他还尽职尽责地给我发了一条消息,风哥,我们散场了。 嫂子一个人去逛商场去了,真的啥事没有,你就妥妥地,放心吧,谢谢哈,下次请你喝酒,我打发了学弟,静静地坐在驾驶座上。 果不其然,等大部队散去,人都走得没影了之后,一抹窈窍婀的身影,又匆匆从商场里走出来,站在门口走顾右盼,正是秦芳怡,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半分钟后,他娇好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惊喜的笑容,然后小步跑过去,扑进了一个男生的怀里,我一阵愕然,这人就是何瑞成,我仿佛被人罩着脸揍了一拳,紧接着又被扇了几个大耳瓜子一样。 一股难以形容的屈辱感,从心里奔涌而出,这他妈的就是何瑞成,是秦芳怡用,旋逆配乐,念念不忘的暗恋对象,一个小平头,皮肤有黑,微胖,厚嘴唇,眼睛又细又小的男人,重点是,他妈的这家伙目测根本还不到一米八,穿着中跟鞋的秦芳怡都差不多快,和他一样高了。 他身上穿的也很普通,看上去就是些地摊货,就这,就这,秦芳怡就为这种货色,神不守舍,这他妈是在侮辱谁呢?我不是以貌取人,而是这个叫何瑞成的男生,明显差我一大截啊。 我,梁峰,家庭条件算得上优渥,是比不了那种身价几十亿的富豪,可我爸妈在省会做生,一,年入千万,在老家省会,给我买了一栋别墅,我考上F市的F大后,担心我住不惯宿舍。 用,我的名字,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三居室,还给我配了两宝马,而我本人,则是院里公认的院草,竟身高185,有健身的习惯,常年保持六块腹,即,追我的女生校内校外一大堆。 我的名字,时常挂学校表白强,更何况,我的成绩在系里一直是前三,雅思八分,早已拿到学校里,去国外长春神。 大学交换生的资格,并且规划好,直接在国外念硕士,再回国创业,别看我长得像花花公子很会玩,其实我对感情非常保守。 自从我和秦芳怡在一起后,我确确实实是打算和她冲着结婚去的,这话说出去,恐怕别人都会笑我。 大学生想太多,秦芳怡追我的第一天,我就和她说过,我对感情很认真,我希望你不是因为我的外在条件,不是因为你只想享受恋爱的感觉才追我。 是你真的认可我这个人,愿意和我长久发展下去,才追求我的。 她那时怎么说的来着,她信誓旦且,我也希望能和男朋友从校园走到婚纱,我不是那种朝三暮四之懂,享受的女生。 所以,当我们正式在一起之后,我就将秦芳怡纳入了我未来的规划中,她比我小一届,老家在西部某省,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妹妹。 说实话,她家境只是小康而已,硬件条件和我真的比不了,但我想的是,既然她是我喜欢的人,是我决定共度一生的人,那我愿意和她共享我的资源。 所以,我和秦芳怡商量过,明年我先出国,她同样也争取交换到国外,然后我俩一起在国外念硕士,期间一切费用都由我家来承担,我父母也同意,这件事秦芳怡也和她家里的人通过气了。 所以说,我俩现在不仅仅是男女朋友,更是互相见过家长的未婚夫妻,可秦芳怡他他妈的现在在干什么,背着我,和一个远远不如我的屌丝男当街搂在一起,他脸上娇羞幸福的笑刺眼极了,我强压住怒火,拿起手机给他打电话,秦芳怡只是看了一眼手机,就将他扔进包里,然后挽着何瑞成的手臂。 两人轻轻握握地走进了附近的商务酒店里,孤男寡女进酒店能做什么,我感觉自己现在每吸入的一口空气都他妈的是绿色的,秦芳怡,他怎么敢啊? 当时,看到他小兰叔上和那个姦夫鬼迷日演的照片时,我还不敢相信他真和姦夫发生了关系,可现在他如此娴熟地挽着那姦夫进酒店的模样,简直是往我脸上打大耳瓜子。 我这个正牌男友兼未婚夫,和他恋爱一年多,最亲密的行为只不过是亲吻而已,我又不是柳夏慧,正直血气方刚的年纪。 面对长相,漂亮身材火辣的他,怎么可能没动过邪念,可秦芳怡说他希望自己的第一次是在婚后,起码是我们正式订婚后,OK,我尊重他的想法,所以我有冲动都自己忍了。 可他现在在做什么,和别的男人开房,他到底把我当什么了,一股被愚弄的感觉如同大浪一样席卷了我的全身,让我差点失去理智。 我拉开车门,想抓这对狗男女一个现场,但下一秒,我又停下了动作,抓现场之后呢,揍他们一顿,揍完之后,进橘子的进橘子,进医院的进医院。 然后各回,各加个找个妈,他娘的不解气啊,钻成拳头的手渐渐松开来,看他俩这亲密的样子,显然不是刚勾兑上的,我突然记起秦芳怡的iPad,还放在我学校附近的房子里。 那上面登录了他的微信,于是便立即调转车头开往小区,果真在我家的沙发上找到了他的iPad,微信已经登录上了,我轻而易举的便在通讯录里找到了何瑞成的头像,讽刺的是,他也是秦芳怡的置顶,我的头像还压在他下面,一点进去,我才发现,这俩人压根就没断过联系。 聊天记录甚至能追溯到三四年前,感谢,他俩的聊天记录,分享的照片小视频,占手机内存好几个G,而我和秦芳怡在一起后,给他买过两次最新款的Apple,他居然都没有把和何瑞。 成的聊天记录删掉,反观和我的最新记录追溯到上个月,说明其实他一直有清空聊天记录的习惯, 只不过,这个习惯只对何瑞成一个人破,利,难评,我把他俩的聊天记录全部转发到我的微信里,再看微信支付的界面,差点给我气笑了,好家伙,感情他俩开酒店的钱,还是秦芳怡附的。 女友隔了两个多小时,才给我回消息,宝贝,你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啊,刚才逛商场呢,没听见响动,一,我冷笑起来,刚才,这都两小时了,都大战几百回合了吧, 一想到他是怎么和其他男人在床上翻滚的,我就觉得和他讲话太脏,于是干脆没,回,隔天下午上专业课的时候,秦芳怡找了过来,可能是我昨晚没回他消息的事,让他心虚了, 可见他问我,亲爱的,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昨晚你怎么没回我消息,一上午也不理人家,没,我有点事,我冷淡的态度,让他有些不满,什么事啊,比回复我还重要,我看他一眼,嘴角扯了扯,你昨天逛商场逛俩小时,后来去看了场电影嘛,真的不是有意错过你电话的,以后我不敢了,秦芳怡这样撒着叫, 谁能想到他会和何瑞城吐槽我,说我大男子主义,主导了他,全部的生活,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哈,搞笑,生活费不够用了我给他,成绩退步了,我帮他补习,每天监督他学英语考雅思,这,叫主导,还是说,我在未来规划他和我一起出国,是大男子主义,你他娘的不想去,可以和我直说啊, 难道他不愿意去我还非要花这钱逼着他去,见我不说话,他以为我被哄好了,于是旁敲侧击,亲爱的,人家生活费用光了,护肤品也没有了,能不能支援我一些啊? 支援,我给他钱,然后他再拿钱,去和一个处处不如我的屌丝鬼混,上周我不是才给你转了三千,这么快就用完了,秦芳怡的神色,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之前那是笑篮球联赛嘛,要买啦啦队训练服,哎呀,女孩子的事说了你也不,懂啦? 宝贝,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以前你从来不会问我这些的,都是直接转,为了掩饰心虚,他甚至开始无理取闹,从前这一招是很好用,但现在我只觉得自己是个大傻逼,要不是我看过他的微信记录,我都不知道,何瑞成这一年来,时不时的和他要钱? 花,而秦芳怡家里,一个月就给他两千的生活费,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和我再要五六千左右的花费,我都是不问原因直接给的,这他妈约等于,我,养了何瑞成,真够魔幻的,于是我拒绝了,我这个月也没钱了,最多五百,你要不要,秦芳怡虽然有些嫌弃,但还是收下了, 看得出,他是真没钱用了,不过,这个何瑞成,到底为啥这么缺钱?我决定先按兵不动,摸清这个何瑞成的底细,再绸缪,怎么报复这对狗男女,打发走秦芳怡,我把学弟叫了出来,我给他塞了一叠钞票。 C大校篮球队里,一个叫何瑞成的,长得又矮又错,小眼睛黑皮肤的那个,帮,我打探一下底细,学弟一脸猛,谁啊这是,C大校篮球队有这人,大合照里没他,你仔细回想一下, 这两天比赛这个人有没有出现,学弟抓了抓头发回想半天,猛的一拍脑袋,我想起来了,是不是踢着个小平头,看上去有点吐气,他不是正式队员,就是个踢不打杂的,不是,风哥,你问他做什么? 难不成你,怀疑嫂子和他有一腿,不是怀疑,是我亲眼所见。 见我神经严肃,学弟压然片刻,靠,不会吧? 嫂子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他像是世界崩塌了一样,满脸震惊和难以置信,我也想不通,我也想知道,这个何瑞成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学弟终于意识到,我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脸上虽然还残留着几分难以置信,但仍然义不容辞地拍着胸脯说,打听何瑞成底细,这事包在他身上,学弟是个艺人,很外向,朋友贼多,很快就给我把何瑞成的底细摸清了,哥,这个叫何瑞成是C大传媒学院大义新生。 还是班长,他已经有个女朋友,据说是和他一个高中的,大学也在一个班,他凑到我耳边悄悄说,我还查到,这何瑞成在他们班里是贫困生,拿住学金,但其实他家境不说小康吧? 也不至于到贫困户,风哥,你知道他为啥这种钱,都贪吗?为什么?学弟一拍大腿,这不是巧了吗? 我一远方表哥,是开小额信贷公司的,我前天找,我哥吃饭,还见何瑞成去,我哥那公司半面签下款,高利贷他都敢借,等他走后,我问了两句,我哥和我说,他应该是网赌了,别的网贷都借不出来,才找他们这种公司借款。 我顿时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时不时的找秦芳一要钱呢,你押不去,干狗仔真是屈才了,学弟得意洋洋,给我甩了几张照片,诺。 这是那男小三的现任女友,也是个大冤种,家境还算可以吧,在学校理工,他吃穿,妥妥一个饭票,不过我就好奇了,这个何瑞成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嫂, 哦不,秦芳一和线,女友都对他死心塌地的,我拿过照片一看,是何瑞成和一个短发女生一起学习,吃饭,在学校里压马路的场景。 两人看上去挺恩爱的,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对大学情侣,看到这个女孩,我感觉就像看到了我自己,一个绝世大傻逼,对另一半掏心掏肝的奉献,结果另一半还不领情。 这种垃圾,怎么能继续祸害人呢?我让学弟去联系一下何瑞成班里的贫困生,一个视频突然在互联网爆火了。 内容是一个大学贫困生含泪控诉某些同学冒领贫困生补助,占用贫困生名额,让真正贫苦的学生无法收益。 他在视频里说,一个有钱拿去玩网络博彩的人,也能做贫困生吗? 一个赶去和高利贷公司借钱赌博的人,也能称得上是贫困生吗? 而我,父母双亡,从小被爷爷奶奶拉扯大的锅儿,仅仅因为人缘不好,贫困生补助名单里就没有我的名字。 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救了? 这个视频直接戳中了大众的神经,贫困生名额和补助被挤占,让大家都感到出声愤怒。 虽然这位同学没有在视频里指名道姓,但万能的网友还是扒出了这个同学的学校。 班级,以及他视频里寒沙摄影所说的那个人,何瑞成,网友一片骂声, 何瑞成立马在网络上澄清,说自己是被污蔑的,什么狗屁网赌兜,是脏水,他也确实是贫困户,有贫困证明的。 双方在网络上轮番发声,顿时将舆论热度给推到了顶峰,C大也是重点大雪。 舆论刚起来的时候,便立刻发了公告说要彻查此事,秦芳怡明显也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 和我吃饭的时候,他手机一直在震动,才看了几条消息,脸色便苍白下来,我故意装作视而不见,慢吞吞夹着菜吃,秦芳一捏着筷子,在餐盘里搅来搅去,犹豫了半天,终于开口道, 阿峰,你,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顿时皱眉,借钱,你又没钱用了,还是看上什么想买。 不,不是,我的意思是借钱,你,能不能借我一笔钱,大概三十万左右,我会还你的两年内。 三十万,我提高了生意,秦芳怡立刻竖起食指须了一声,不满地说,你小点声。 什么小点声?方怡,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在外面干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要三十万? 没有,我没,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三十万,我们才是大学生,我哪里掏得出这么多,钱。 可叔叔阿姨,不是给你全款买了一套房吗?你能不能用这个房子去银行抵押贷? 款,实在不行,你那辆宝马卖掉也可以吧,大学生不开车也完全足够啊。 真他妈会算计的。 他这么顺口就说了,想必在心里已经盘算很久了吧,我胸口怒火翻腾,勉强压下来,你在说什么? 我拿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去贷款给你用,秦芳怡,你老实交。 哎,你到底干什么了? 最近,C大有个男学生被曝说是网赌,你不会也沾染那种东西了吧? 他没有网赌,都是网上的人乱说的。 秦芳怡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话音未落便反应了过来,慌忙原话,不是,我没有,在外面赌博,你相信我,那你为什么突然找我要三十万? 方怡,你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够用,我都给你补上。 你要买化妆品、护肤品、数码产品等,都是我付钱,你哪里会需要这么多钱? 我讲话一直都没有收敛生意,因此,食堂很多学生都对我俩侧目。 加上我和秦芳怡在学校都算出名,很快,就有围观的学生在捂着嘴,窃窃私语。 秦芳怡察觉到无数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顿时仗红了脸,猛然起身。 秦芳,梁峰,你到底借不借我?你这样还算不算我男朋友了?我用一副特别痛心的神情看着他。 方怡,所以就因为我不愿意借你三十万。 你,就威胁要和我分手,这不是三千,不是三万,而是三十万。 你问问周围的同学,谁能一下子拿出来,所以我让你去贷款了。 如果我不愿意呢?秦芳怡被我激怒了,不愿意,那我们就分手,你这样算什么男人? 我的嘴角微微勾了起来,在秦芳怡反应过来前,满脸痛意。 方怡,如果仅仅因为这个,你就要分手的话。 周围看热闹的同学也忍不住起哄,分就分啊,下一个更好,下一个更乖,秦芳怡气地大骂他们。 惯你们屁事啊。 滚。 我闭了闭眼,做出一副忍痛的神情。 好,分手就分手,秦芳怡一愣,我确实拿不出三十万,并且,我也不愿意拿我爸妈买的房子贷款。 我在你眼里寄,然算不上的男人的话,那我如你所愿,分手。 说吧,我推开围观的人群大步离开,秦芳怡终于反应过来,想追上我,却被围观的人拦住了路,离开食堂后。 我立刻停止了手机录音,学弟从一旁窜了出来,对我竖起大拇指。 风哥,你这演技,当演员也够格了,没想到你让我哥提前去和那软饭男要账。 竟然是为了这出戏,我笑了笑,那天知道何瑞城这个人借高利贷后,我立马就想出了报复的计划,紧紧捉奸打狗男女太低级了,我要他们自食恶果,彻底射死。 于是我让学弟联系上何瑞城班里被占用名额的贫困生,把何瑞城借高利贷的事情告诉了他,让他出面闹,在何瑞城跳出来反驳后,又让学弟表哥提前去要账。 果真,这伙走投无路,最后想的还是靠女人,而秦芳怡也果真没让我失望,他居然能为了另一个男人,和我要三十万,并威胁我分手。 怪了,秦芳怡还真为这么一个软饭男找你要钱,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学弟百思不得其解。 是啊,秦芳怡长相漂亮,身材火辣,细花级人物,居然被个土黑屌丝,吃得死死的,是个人都想不通,谁知道呢,或许是真爱,或许是有什么把柄被他拿捏住了吧,学弟摸了摸下吧,也是,对了哥。 下一步怎么干,下一步啊,目前我已经顺理成章的和秦芳怡分手了,下一步,当然是让何瑞城的女朋友, 也和她分手,然后让秦芳怡和她所死啊,两个都是出轨的贱货。 当然应该在一起了,凭什么去祸害别人呢? 于是我注册了一个QQ小号,加上了何瑞城女友的Q,直接把我那天在KTV门口,车载记录拍到的视频发给了她, 然后留言,你男朋友出轨了,时,大学生干啥啥不行,吃瓜第一名。 我和秦芳怡食堂分手的一幕被好事的吃瓜群众发到了学校论坛里。 炸裂,中文系细花和计算机学院院草现场分手,竟是为了三十万。 点进去,里面以一个吃瓜者的角度深度还原了我和秦芳怡的对话, 看过这篇帖子的学生纷纷留言。 果然炸裂,不是,我知道她很美,可三十万,凭什么? 还让院草把房子带了给她呢? 这算盘打的,响声都传天宫里去了吧? 不是,我寻思院草长得还挺帅的,看上细花啥了。 美貌,她自己不是也有,妈,一个月生活费只有一千五的我,好像在看电视剧。 三十万,嘖嘖嘖,留下了线,算得口水。 计算机学院本院学生表示,院草对细花很不错的,生活费每个月起码给五六千, 把分了挺好的,造福其他女学生了,因为这篇帖子,秦芳怡原本很不错的口碑,顿时崩塌,大家在论坛里把她骂了几千,楼热度炸裂,秦芳怡后悔了,她开始求我原谅,我拉黑了她所有联系方式,她便来我们学院宿舍楼下读我。 可惜因为这篇帖子,我们学院的人都同仇敌忌,非常排斥秦芳怡,她没赌到我,反而被正义的同学给轰走了,走投无路下。 秦芳怡竟然在这篇帖子下给我泼水,说我贪图她的美色。 梁峰,这篇帖子就是你找人写的吧?搞笑,你想睡我睡不到,就编排我,把塑造成一个贪财重力的女人,很好,你成功了,现在所有人都来骂我,你满意? 把,她还贴上了几张微信截图,我在校外有房子,曾经问过她要不要同居,她当时和我说不想太早同居,想把第一次保留在婚后,我也同意了。 但她把这个截图亮出来,就显得我真的只是想睡她,真难为秦芳怡了,经常清空聊天记录的人,居然还能找得出这些截圈。 一时间,倒也有一些女生站出来挺秦芳怡,秦芳怡见,有人帮她说话,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继续在帖子下面,用春秋笔法编故事,说我利用家里的权势,逼迫她放弃自己的未来,要她出国陪读,还说我家里非常封建,要她毕业后,就嫁给我当全职太太,说我控制欲强,掌控了她所有的社交账号。 安排她的生活,她贴出一些聊天节圈,倒还真的挺像那么回事的,断章取义吗?春秋笔法吗?不愧是念中文系的。 一时间,倒还真让她扭转了几分舆论口碑,帖子下面开始有女生骂我。 这就是变相扑啊,女生们擦亮眼,找男朋友不能找这种人,天,长得人模狗样,居然这么恶心,人家女生考上重点大学,就是为了伺候你,下头男。 这帖子估计真的是渣男写的,真假未知,大家别被利用了。 十一,很可惜,这帖子还真不是我写的,本来我自己是准备这么干的,但我没想到吃瓜的大学生这么闲,我还没动笔呢。 这帖子就已经挂论坛了,学弟见秦芳仪开始占了上风,有些着急,哥,你咋还不澄清呢?你手里的证据足可以捶死他了。 我笑了笑,再等等,等什么呀等,他自己出轨在先,居然还反咬你一口,我都想删他几八欲,当然是在等何瑞城的女友闹起来啊,大家都闹,好戏才更好看嘛。 秦芳仪在学校论坛里洗白自己,我转手就把他和何瑞城的聊天记录整成PDF发,给了何瑞城女友,他女友也不负我的众望。 隔天就找到我们X大中文系的课堂上,冲进去就抓住秦芳仪扇了几个大耳瓜,见货,睡别人的男友很爽是吧? 我让你睡。 这么精彩的一幕,自然又上了学校论坛。 哎,巧了,发帖的ID还是和上一篇同一个,这位发帖的老哥在帖子里同样详述了来龙去脉,还在末尾说道,上一篇还真不是世主写的,我就纯粹一吃瓜的路人,感谢你二位啊,突然觉得,大学生活多姿多彩了呢,这嘴真是够损的。 秦芳仪好不容易才扭转过来的舆论局面,又一次崩盘了,这一次,不等她反击,我在这篇炸裂again,原配怒打戏花小三的帖子下,贴出了秦芳仪的小栏书。 截图正是那条双向暗恋的,我写,秦芳仪,我没想到不见你三十万才分手的下场。 居然是你往我身上扑水,你说我掌控了你所有的社交账号,那这个是什么? 我在截图上特意圈出了她的视频配文,秦芳仪那句,什么是遗憾?遗憾就是双向暗恋的人错过,重逢时,我的身边有。 她,你的身边有她直接成了我们学校阴阳怪气的口头禅,一张截图,就垂死了秦芳仪出轨,甘愿做小三的行为,我甚至不用放她和何瑞成的拥吻视频,不用放食堂,她朝我要钱的录音,就将她打,得一败涂地,更何况,秦芳仪被C大的学生找上门来报答这事,最后还闹到了学院里了。 何瑞成女友不是吃锁的,她非逼着学院领导处理秦芳仪,你们学校领导的意思是,让秦芳仪休学,QK里,从来没回复过消息的何瑞成女友,和我说了学院的最终处理决定,通报家长,强制休学一年,她说,你应该是秦芳仪的前男友吧,不管你找我什么目的,你前女友出轨这口气,我,替你出了。 多谢你告诉我,何瑞成出轨的事,不过我也提醒你,秦芳仪未必想和你分手,我看着这条消息,问她,你和何瑞成怎么样了? 她回,这种垃圾男人,自然只配和垃圾在一起。 说吧,她就删掉了我,十二,没过几天,C大也公布了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贫困扬的贫困声补助被挤占的事件调查结,果,洋洋洒洒写了一答通,反思自己工作不足不到位的话,核心思想,其实就四个字,却有其事。 但是,何瑞成顿时被网友骂成狗,她被激愤的网友开了河,还真被扒出她的一些过往。 原来,何瑞成原先成绩确实很不错,但第一年高考折戟沉沙,被家里人按头重新,复读,她压力过大。 偶然玩了一个游戏,在上面充了不少钱,可能是课金带来的成就感。 她在游戏里投入的钱越来越多,零花钱压岁钱都用完了,就开始打起了网贷的主意,找那种不正规的贷款公司,借了不少钱,还不起了。 自然想方设法弄钱,要么找女朋友要,要么找父母要,上了大学,还自己偷偷伪造了一份贫困证明,又利用自己当班长的职权,按时班里的人投票都投给她,把别人的补助金给挤占了。 另外,不止注学金,蒋学金也有些猫腻在里面,我学弟也把她去借高利贷的事爆料了出去,这些破事一被扒出,网友群情激愤,在C大的官方账号下逼着C大处理何瑞。 成,这么汹涌的民意挟持,外加何瑞成,自己是真的不干净,很快,C大就发布处理结果,何瑞成被学校开除了,至此,这对狗男女,终于受到了惩罚,尘埃落定,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吃瓜老哥不肯尘埃落定啊。 他又又若在学校论坛发了一篇总结帖,联系C大最近的大瓜,他居然拼凑出了,事情的完整经过,并将我,何瑞成,秦芳怡三人的关系都捋得清清楚楚,包括何瑞成借高利贷被人追讨上门的事都写了,这个帖子又一次炸了学校的网,靠,这不就合上了吗? 怪不得细花突然和苑草要三十万,原来是为了给软饭男兜底,所以要三十万,是确有其事啊,细花居然还有脸在洗白呢,骗女性同胞的支持咯,三十万那个真不是假的,我那天在食堂还看了热闹,那,这么看来苑草实惨,这么真心对待的女人,居然把她当ATM, 不是,你们谁看了爆出来的照片啊?那个软饭男长得那么丑,细花怎么下得去,口,嘖嘖,美女与野兽,玩得真开,随着何瑞成被爆照,秦芳怡和他又一次上了我们学校论坛的热榜,大家讨论度越来越高。 帖子居然被外人转发到网上,而何瑞成占用贫困生,名额一世的热度都还没过去,桃色新闻又来了,我们三人的照片都流传了出去,网友也感到极度炸裂,都难以置信,秦芳怡为什么会有了我这个长得又帅又有钱的男友后,还会出轨一个欠钱的屌丝? 十三,包括我本人在内都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一周后,得到了答案,秦芳怡找上了我,短短不到一个月,她从鲜严靓丽的青春女大学生,变得憔悴落魄,她来找我也不为别的,还是为了借钱,在我小区的楼下。 她给我下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真的走投无路了,要不然我不会抛弃自尊心来找你,阿峰,你救救我吧,在她的哭诉中。 我才知道,被我们学校强制休学后,秦芳怡的父母得知她干的事,直接怒骂她一顿,要和她断绝关系。 而我对她避而不见,她只好找到何锐成求安慰,何锐成花言巧语,说一定会保护好她,让她当自己的女友,然后把她身上所有的钱都骗了出来。 秦芳怡跟着何锐成的这几天,饭都没吃饱过,你敢信? 就这还不止,何锐成不是被要债上门了吗?她压根没钱还,于是就让秦芳怡替她贷款,秦芳怡贷了,但因为她是学生,没多少钱能贷出来,何锐成就想了个损招。 联系了一个非法裸带的公司,逼着她去裸带,她不肯,何锐成就翻脸了,她拿出他俩开房的视频威胁她,装什么贞洁别女呢,都被我睡过了,我都看过你的裸体,多一个人看又怎么了,我又没让你去拍AV。 我听了,终于问出那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会喜欢这种烂人?秦芳怡哭哭啼啼,她,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原来,秦芳怡喜欢何锐成,是源于高中时期的一次英雄救美,她当时因为长得漂亮,被校外的小混混拦路开游,是何锐成站出来保护了她。 自己,则被小混混打了一顿,可能是吊桥效应,让秦芳怡对何锐成产生了好感,而之后,何锐成学习好,性格爽朗大方,让她深陷其中,以至于外貌啥的都不在乎了。 我听了,只能说句,她俩这才算真爱。 十四,秦芳怡抽叶着扇了自己一巴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真的昏了头了,我没,想到她现在竟然变成了这种人。 阿峰,求求你了,帮帮我吧,你借我三十万,我,做牛做马都会还给你,你让我赔毒,让我当你保姆都行,我不要裸带,我给气笑了,还搁这儿做美梦呢。 我分享我的资源平台给她,被她看成是陪毒,是当我的保姆,就着认知,算了,见我把腿要走,秦芳怡扑上来,抱住我的大腿,不让我走,阿峰,我真的后悔了,我当初没想要和你分手的。 我停下脚步,没想和我分手,但你出轨了,我出轨只是为了因当初一个遗憾,但我真爱,其实还是你,真的,阿峰,你也知道的,和瑞承根本比不上你,我怎么可能会和你分手呢? 你不是爱我吗?你想对我做什么都行,只要你帮我,不要裸带。 或,我算是终于明白秦芳怡的逻辑了。 她有我这个高富帅男友,兼未婚夫做靠山,又想和暗恋的人来一场不需要负责的风,花雪月,这就是何瑞承有女友她也不在乎的原因,恐怕她当初确实没想过和何瑞承真正的在一起,算盘打的是不错,可我和何瑞承的怨种女友,就活该成为你们推中的一环吗? 我直接推开秦芳怡,厌恶地看着她,你以为我是为了肉欲才和你在一起? 秦芳怡,你看定你自己可以,不要贬低。 我,我最后悔的是,就是没有早和你这种人分手,一想到,我曾经竟然把你这种不识。 好歹的女人,纳入到我未来的规划里,我就想抽自己几巴掌。 秦芳怡,你知道吗? 你,是我这二十年来,最让我感到耻辱的人。 她脸色煞白,泪水横流,我走进小区,她追上来,被保安拦住,凉风,求求你,救救我吧。 秦芳怡,扑通跪在地上向我磕头,我停下脚步,扭头看她,你是不是暗祸,别人拿私密视频威胁你,你不会报警吗? 真是愧对她过去受的教育,这十多年的书是白读了吗? 靠,自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秦芳怡,学弟倒是时不时地还给我讲她和何瑞成的近况。 彼时我已经在国外攻读硕士学位,哥,你前女友和阮犯男在一起了,学弟嘖嘖称奇,我也是服了,两人曾经闹那么大,还能结婚,我眉头一挑,结婚,学弟见我来了点兴趣,立马滔滔不绝,我这才知道。 原来秦芳怡确实听了我的话报警,何瑞成被警察抓了,因为她确实有,用私密视频,胁迫秦芳怡的行为。 后来何瑞成的家长出面,秦芳怡出具了谅解书,谁能想到,这两人还能结婚呢? 不过这俩结婚了也好,别出去祸害别人了,日子过得也一般,何瑞成一直在打鸣。 供还债,秦芳怡后来修学了还转系,但因为挂科比较多,至今只是个一业,没有币,业证,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 我怀疑秦芳怡是为了拿学分,才和何瑞成领证的,我笑笑,学弟拐了拐我,你前女友都结婚了,哥,什么时候帮回这一城啊? 没必要,我早就将这一次背叛放下了,人生的道路上不只有爱情,也有别的风景,而我也坚信只有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才会接触到更好的人,秦芳怡早已经是我的过去,而我未来的另一半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补期而至。 并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成长到足够好,可以应对所有的风浪,何必和故人较劲呢?